1A 26 題 留意這裏說X和Y是兩個金屬棒 相同物料 體積相同 而X的長度是L長 Y是長一點 首先這裏有什麼重溫的重點 要做到這題 我們要知道電阻和什麼有關 電阻主要是和三個因素有關 第一是物料 第二是長度 第三是折面積 我們去看A X和Y這兩件物件的時候 我們就會見到X 就當是這樣的形態 Y是長一點的角度 根據題目所說 但是它是同體積 所以Y是這樣的物料 雖然我用不同的顏色筆 但它們是相同物料 題目所說 這個長度是L 這個 如果它們兩個 因為體積 體積 是會等於折面積乘以長度 這個就是折面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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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因為LX 是兩個LX 才等於一個LY 所以折面積 所以折面積 X那塊 是大一點的折面積 就會等於兩個A Y 應該是這樣 好了 你有了這個關係之後 接著我們就想電阻了 現在它是想知道 Y的電阻 首先X的電阻是什麼呢 就是物料乘以一份長度 除以 剛才說過 兩份面積 兩份面積 行不行 好了 這個就是X的電阻 Y的電阻是什麼呢 Y的電阻 就是物料乘以兩份長度 除以一份面積 Y是比較幼的 所以RY除RX 就會是物料兩個長度 這個A 接著物料一份長度 然後2A 好了 將一些相同的東西 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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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裡就會變成 2 1 2 所以會變成 4 這個比例會變成4 那就是說RY 是會等於4個RX 所以為什麼這題的答案是D